櫻花樹上綻放一朵朵可愛的花朵 在春初的季節 櫻花爭其鬥豔向大家招手 在出入地區的牧場 園區內所種植的櫻花樹 花朵盛開 為了讓前往的遊客 都能夠留下美好的回憶 今年舉辦了櫻花祭 特別的是提供了馬車 可以讓遊客乘坐 體驗不同的賞花樂趣 可以在我們的櫻花世界 和牛奶吃餅乾 最特別的還可以乘坐馬車賞櫻 可能前台灣只有這邊才有 這樣的景觀 搭乘馬車然後去做一個 這和服是你們自己帶來還是這邊的 喔這邊的 這邊的 以前有沒有搭過 以前沒有 以前沒有搭過這個 所以今天搭會不會讓你乾脆特別 有有有 還蠻興奮的 知道嗎 從高雄過來 因為小孩子都還沒看過馬娃 沒有 所以今天特地帶他們過來 看櫻花樹 特地來玩的 特地來玩 對 漫步在櫻花樹下 更有遊客特地換上了和服 化身成為櫻花妹 彷彿就置身在日本的櫻花道上 牧場業者初期招 讓前往的遊客 不僅可以坐馬車賞櫻花 還能夠體驗 詩情畫意般的享受 如果您也想要浪漫一下 不妨加快腳步 趁著花季一起上花去 東台新聞綜合報導 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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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